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进行第六章和第十六章 这是我一向以来的一个习惯 六,十六 这两个章节总共讲了三个病 而这三个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孩子会智力低下 所以呢,为了给我们大家加深印象 简单粗暴的称之为三个傻子病 虽然这话呢,的确是有点不好听 不过呢,我们作为专业交流关系门来说话 印象深刻,好吧 那么这三个傻子病呢,在我们儿科呢 是非常有特征的 每年会考两个 对,会考两个傻子病 OK,那么这三个傻子病一起来看一下 第六章呢,叫做遗传性疾病 包括两个 分别是二一三体综合征以及 奔病同尿症 其中第十六章 叫做先天性疾病 指的就是先天性甲状腺的功能低下 简称甲胭 所以你看到了 遗传性疾病多表现为先天性 但先天性疾病不一定是遗传性哦 遗传性疾病一定是基因的问题 能解吧 好,然后这三个傻子病 其中我们能治的是哪两个啊 大家知道吗 我们能够进行治疗的是这两个 心天性甲减以及PKU 本病同尿症 因为这两个可以治 所以我们的筛查 是在新生儿期进行 目的是早发现早治疗 如果我们的治疗足够到位的话 是可以确保这孩子发育到正常治疗水平的 确保他的生命质量 但是 二十一三体综合征 我们知道他又叫先天于行 这病治得了吗 No,治不了 没办法治 一旦发生了 那就只能养着增加家庭社会的负担 且不论 关键是这孩子自己没有任何生命质量 所以二十一三体综合征 这病我们的筛查是在产前 或者你喜欢叫他运期进行筛查 产前筛查之后 进行确诊 确诊之后 直接引产 目的是保证又生又育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挨着进行 首先我们进行 第六章这两个遗传心疾病 先来看二十一三体综合征 可能这病呢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他应该说是染色体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了 原因就是常染色体畸变 所谓常染色体就除了那一堆性染色体之外都叫常染色体 发生了畸变 这里说的畸变就是患者的染色体上多了一条 多了一个小小的二十一号染色体 所以我们称之为二十一三体综合征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每一号染色体都应该是一对 一对 两条 比如说你我我们大家 我们的二十一号染色体呢应该是两条 一对 那么唐氏儿 先天余行他就 多了一条 我们看这张图片啊 这就是我们的染色体 染色体呢总共是四十六条 二十三对 其中一对呢是性染色体 其他的为常染色体 那大家看一下在这里 他的二十一号染色体数一下几条 三条 就这病 就多了这么一条小小的二十一号染色体 这孩子呢就傻了 然后我需要向大家强调一点 这个病的发病原因不清楚 有可能是在孕早期的时候 接触了一些病毒 比如说分枕病毒 聚细胞病毒 也有可能是在孕早期的时候 接触了一些射线 比如说拍了XM片 也有可能是在孕早期的时候 吃了一些药物 都是有可能 明白了吗 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肯定 那就是母亲的年龄越大 则 她去生孩子 她这孩子 二一三体综合征的发病风险越高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给大家找了一组数据 你看一下 这个表格中给出来了不同年龄的母亲 发生二一三体综合征的发病率 如果母亲的年龄小于25岁 那么 二一三体综合征的风险是18% 但是如果母亲的年龄在45岁以上 你看一下 二一三体综合征的发病风险可以高达50分之一以上 这还有一张坐标 这是横坐标是母亲的年龄 纵坐标是二一三体综合征的发病率 你看到了吗 从35岁为一个节点 往上发病率迅速升高 好的 这点大家要知道啊 所以你看现代社会特点就是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身份 对 我们是母亲 同时呢 我们又是一个社会人 所以呢 很多高知识的女性 因为学习呀 工作呀 耽误了要孩子 那才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面对这样的一个高风险 是的啊 好 然后别称 哦对了啊 提一句 如果在座的各位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小考鸭啊 就是那建议大家要孩子还是要稍微积极一点 反正早要晚要都是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别称已经说了叫先天语行 英文呢叫DOM综合征 翻译过来 英文翻译英译过来 唐氏综合征 都是他 都是这个病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个他的临床表现了 这是他的临床表现 应该说 我最想强调的 或者说 这个疾病最主要的危害 就是治理低下 而且随年龄增长 治理低下呢 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明显 如果不是治理低下 仅仅是长的呢 有点呆萌 对吧 手上呢有点通贯长 长个三片嘴 这些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治理低下 是他最主要的印象 好 除了治理低下之外 这孩子 生长发育 吃火 另外 这样的孩子比较好认 你只要见过 就会印象深刻 以后再见到都能认得出来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全世界 无论是黑种人 黄种人 白种人 唐氏而长的样子 都很像 非常像 我们这样称之为 唐氏面容 或者叫做 特殊面容 那这个面容呢 我们就不要用语言去描述了 我们来看看图片好吧 典型的唐氏面容 特殊面容 特点是 首先眼睛比较小 踏鼻梁 眼睛小 眼睛小还是一吊眼梢 明白了吧 吊眼梢 然后呢 这个耳朵 特别低 靠下 低于这个眉弓往下 而且又圆又软 耳软骨发育不好 并且小头畸形 大家说 哎哟天哪 这头还叫小啊 这头不算小了吧 您现在看的 这叫脸 这不叫头 您从侧边看 头小 明白这意思了 好 然后再看 多看几个 就会印象深刻 它叫什么知道吗 周周对吧 挺出名的 是唐绍儿中的 风云人物啊 因为 他具有音乐天赋 主要他的爸爸呢 就是 这个乐团的 替唐绍儿做发声 这是一个唐绍儿 大家看 长的样子 是不是都很像 再看 还有 这个就没那么典型 但是你看 是不是也是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在里面 这就是所谓 唐绍儿的特殊面容 OK 那么接下来 第一次方面 这孩子呢 他的皮肤纹理 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小特殊的皮纹 这个皮纹 尤其表现在手上 有特点 看 通贯掌 也就是这孩子的掌纹 看这条掌纹 整个把手掌 分成了两节 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贯掌 说到这通贯掌呢 咱把话说清楚 就是有一半的唐绍儿 可以有通贯掌 但不是有通贯掌的孩子 就是唐绍儿 能理解吧 这个通贯掌 还有很多民间的说法呢 据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通贯掌的男孩子 特别的有命 命特别好 还说叫什么 左手掌兵服 右手握财库呢 开玩笑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掌纹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看 手掌纹路 他这个汇集的这个点 特别靠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掌纹 这个汇集的点 应该是靠万部 现在上面 他们特别靠下 就是所谓特殊皮纹 还有有的孩子小拇指 只有两个指尖 你看 两个指尖 等等 这都是所谓的 特殊的皮肤纹理 好 然后这样的孩子 除了有这些之外 除此之外 他还往往伴有 多种多样的畸形 叫多发畸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 刚刚的笔记删除之后 我们下面看一看 唐氏儿 往往伴发的那多种畸形 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纤性病 纤性病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远远高于正常的孩子 纯恶劣 多指 比如说六指 还有就是男孩子 往往有隐稿 小阴静 往往是没有顺职能力的 除此之外呢 唐氏儿 他各种身体机能都非常的低下 包括免疫功能低下 免疫功能低下 就容易患各种各样的感染 也特别容易得白血病 所以唐氏儿的寿命是非常短的 能活过50岁以上的都不算多 好了 咱们还是看一组图片 加深一下印象 这是六指 唐氏儿的六指 纯恶劣 这是什么呢 这个 在我们国内 管这种畸形叫做草鞋族 就是穿草鞋 就是有点像日本人穿的木鸡 大脚拇指和二脚拇指之间 不是塞一个东西吗 差看了 这都是唐氏综合征的孩子 可以看到的一些隔肌性 所以这种病啊 临床上去识别它 其实不难 但问题是 等你真正你肉眼都能看出来 它是唐氏儿了 就晚了 没有意义了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在产前 在妈妈都没出生之前 我们就得提前诊断 一边终止妊娠 阻止她的出生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213体综合征 它的细胞遗传线诊断 也就是它的染色体核心 这块内容是需要我帮忙的 可能前面那一部分临床表现 大家自己看一看 也没问题 是这样的 213体综合征患 而它的染色体核心呢 有以下三种类型 分别是标准型 意味型和看合体 标准型最多见 OK 什么叫标准型啊 标准型就是纯粹多了一条21号 所以 它的染色体核心的表达方式 就是书写方式 是这么写的 来看啊 最大特点就是看 它的染色体数目 变成了47 我们的染色体多少条 46条 OK 它这多了一条 多了 哪一条啊 后边写着呢 加21 就是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 明白了吗 中间的这个表示 它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这孩子是个女孩 XX 如果这孩子是一男孩 XY 这是指的它的性染色体 希望大家以后会认了啊 以后看到47 XX 加21 这就是一个 21三体综合征的女孩 47 XY 加21 这就是一个21三体综合征的男孩 标准型 能理解了吧 标准型最多见 它的主要形成机制 就是受精的时候没受好 OK 就是卵子和精子在 形成受精朗的时候 出错了 就讲到这儿 在深处的遗传鞋的东西 我们就不提了 因为我们用不上 这个就是主要与母亲的 年龄 高危相关的 高危相关 当然 业余运早期的时候 受到各种 直接因素 比如说病毒啊 舍线啊 药物啊 等等的影响是有关的 这是所谓的标准型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异位型 哦对 我这还有一张图片 大家先看一下啊 这是标准型的这个图片啊 你看就是21号 纯粹多了一条 好下面我们介绍异位型 所谓异位型就指的 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 但是那一条呢 是长到了别的染色体身上了 长别人身上了 明白这意思了吗 哎 所以叫什么型 异位 异位型 那么异位到哪 异位到哪去了呢 异位型呢 我们又可以分为 DG异位和GG异位 这个大家不用记啊 我讲一下 大家听懂就可以了 那我需要先向大家说明一下 D代表啥 G代表啥 看一下 那这里的D指的是D组染色体 我们将131415号 这三度染色体规定为D组 这都是遗传学的一个常用的这个分组啊 G组 这里的G啊 就指的G组染色体 指的是21和22号染色体 为G组染色体 DG意味啥意思 如果多的那一条21号染色体 长到了131415 这几条染色体身上了 就叫DG异位 因为21号属于G组 明白吗 意味到131415不上了 就是意味到D组上了 就是所谓的DG异位 那如果多的那一条21号染色体 多的那一条 长到了原来的21或22号染色体上了 这就叫所谓的G异位 懂了吧 就这种定义是怎么来的 大家听一下 我想让大家记一下 它的染色体核型 看一下怎么写啊 咱先看这个DG异位 怎么看出来它是DG异位的呢 看 少了一条 正常的14号染色体 多了一条染色体 什么样的染色体呢 在原来的14号染色体的长壁上 又长了一个21号染色体的长壁 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吧 因为这21号染色体 是长到了别人身上了 所以总的染色体数目 还是46 明白的意思了 还是46 女孩子 男孩子 男孩子 会认了吗 会认都行 大家都不用说 非得自己写出来 认识它就可以 G异位呢 G异位就是你看 啥意思呢 减21减22意味着 少了一条 正常的21号染色体 或22号染色体 然后多了一条 这样的 异常染色体 比如说 多了一条 在原来的21号染色体的长壁上 又长了一个21号染色体的长壁 能理解了 那如果是意味到22号身上了 那就是 在原来的22号染色体的长壁上 又长了一个21号染色体的长壁 这就是所谓的G异位 G异位 看染色体总数目 依然是46 所以异位型它的识别特征 就是染色体总数目 都是46 还有这儿 希望大家记一句 就是DG异位 最常见的异位 就是发生在 14号染色体上 异位到14号染色体上 是最常见的 也可以异位到13号上 也可以异位到15号上 只不过异位到14号上 是最多件 好了 这是异位型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最后一种 叫做堪和体 这个念 镶嵌的嵌 不过我们都念习惯了 叫堪和体 镶嵌的意思 也就是正常的细胞 和异常的细胞 镶嵌在一起 明白了 这孩子的体细胞 一部分 是213体的细胞 另外一部分 是正常的细胞 这就是所谓的 堪和体 那它的染色体核心 就是这么去表示 看这儿一斜杠 斜杠前面的是正常的细胞 斜杠后面的是 213体的细胞 那这样孩子临床表现呢 它的严重程度就取决于 哪种细胞数量更多 正常细胞数量更多 那孩子的表现就比较轻微 那如果213体的细胞 那如果213体的细胞更多的话 症状就比较重 这是我们说的异外型 看和体大家就理解了 主要是它会认这些核型 好了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的 遗传学的知识 就是我们说的细胞遗传学的诊断 事实上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就是考你们职业医师的话 它的主要命题点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命题点就是 如何在临床上如何诊断 如何诊断呢 送大家一句话 看叫产前是重点 产后很简单 对啊 什么叫产前是重点啊 因为产前你做工作才有意义 如果已经出生了 这病你又治不了 诊断了又能怎么样 对吧 就没有意义价值了 所以产前是重点 那产前该怎么做呢 一起看 产前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在孕期对胎儿 进行唐室儿风险的筛查 也就是先筛查再确诊 确诊之后 延产终止妊娠 避免他的出生 首先这个过程 这个路径你要清楚 好吧 那么在产前的时候 怎么筛查呀 产前筛查的方法是什么呀 这就需要大家记一下了 筛查的方法是抽母血 所以比较简单 筛查为什么要先筛呀 因为筛查比较操作简单 确诊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需要做羊毛腔穿测 取胎儿的细胞 OK 所以我们先抽母血 抽母血之后 检测的是这三个项目 或者三个指标 包括驾胎蛋白 优利词三纯 和HCG 你需要认识这些英文简称 同时结合孕妇的年龄 把这所有的信息 输入到一个专门的软件当中 然后这个软件 就可以根据这些指标 及孕妇年龄 给你生成一个风险度 或者叫风险率 也就是 你所筛查的这个胎儿 他试堂试儿的风险有多高 OK 所以他只筛出来一个什么 风险 不能确诊 如果筛出来是高风险 重复一遍 筛出来是什么 高风险 怎么算是高风险呀 就是风险率超过250分之一 一般 一般都是按这个数据走的 所以特别有意思 250 你懂吗 就是这孩子试250的 250的风险很高 能理解吧 好记吧 就是该胎儿 试堂试儿的风险 超过了250分之一以上 就算是高风险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筛查阳性 但是不能确诊 所以对于高风险的 我们要确诊 对吧 哎 那么确诊的方法是什么呢 怎么确嘞 看 这是我们的确诊方法 要想确诊 我们需要取到的标本是 养水 运早期的话 我们可以取绒毛 到中晚 中期了 我们可以取 胎血 就是反正 养水中也是为了取胎儿细胞 早期我们可以取绒毛 或者是干脆抽胎血 总之我得搞到胎儿细胞 然后才能进行 染色体核心分析 然后才能确诊 它到底是不是 唐试儿 如果是 它是标准型 异味型 还是看核体 我就可以最终确诊了 那么这种检查 特点是有创 必须做羊毛腔传辞 好 如果确诊之后 定了R就是 唐试儿 隐产 本着忧生忧郁的原则 所以 这才是你们考试最长 最长遇到的触体角度 考这个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好 那么产后就很简单了 因为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你想知道 他是不是唐试儿 直接查他的染色体核心分析就行了 就确诊了 对吧 OK 没问题 看两张图片 这就是产权筛查的结果报告 大家看这儿 这是他的筛查项目 包括 胎儿 唐试综合征的风险 爱德华综合征的风险 还有开放性神经管 缺陷的风险 这是筛出来的 这个孩子的结果 后面 这是这个值 比如说 看 超过250分之一以上 就是高风险 建议做 阳春 OK 好了 这只是一个风险 下面这就是做 羊毛腔春次了 在B超借导下 拿个针 插到 羊毛腔里 抽点阳水 然后分离出 胎儿细胞来 已经染色体核心分析 就全明白了 OK 那么 唐试儿的 接下来最后 就是一个 遗传咨询 临床上 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 就是 说医生 我们家老大 是个 傻孩子 是个唐试儿 所以我们 这就是 我们两口子 想再要一个孩子 我想问一问 我们再生一个孩子的话 会不会 再生个傻子 风险有多高 对 这就是我们主要 在临床上 所承接的 遗传咨询 所以在遗传咨询这里 我希望大家 能够去回答 患者的这些问题 也就是 能够知道 再发风险 是多高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这对夫妻 再生一个 唐试儿的风险 有多高 首先 取决于 他家老大 就是他之前 生的那个 唐试儿 他的染色体核型 是标准型 还是异味型 如果是标准型 标准型的话 那没事 也就是 这对夫妻 再生一个孩子的风险 与普通人群相同 1% 这对夫妻 自己没问题 就是运气不好 点倍 当初他们老大 受精的时候 没受好 所以这对夫妻 一般 一般不需要做染色体核心分析 告诉他 正常要孩子就行了 只不过呢 该筛查筛查 该做洋川 做洋川 好 接下来 如果他们家老大 是一个异味型 213体综合征 那么请注意啊 我们说了 异味型213体综合征的孩子 有可能是他父母 其中有一方 是有致病基因携带的 所以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首先应该让 患儿的父母 去查 他们的染色体核心 如果 父母其中一方 有致病基因携带 那取决于 是母亲还是父亲 如果母亲是地基 异味的 基因携带者 只是一个基因 携带者 本身不是患者啊 那么 这对夫妻 再生一个孩子的 再发风险 再生一个 唐少儿的风险 是10% 但如果 致病基因 在父亲身上 那么这对夫妻 再生一个 唐少儿的风险 是4% 10% 4% kin for OK for father for father 这样去记 好 那么 另外 我们在工作中 一定要注意 高危孕妇 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所谓高危 就是容易生 唐少儿的孕妇 我们叫他高危孕妇 这些高危孕妇 比如说 这对夫妻 曾经 多次流产 多次莫名其妙的流产 或者说 孕早期接受过 用过药 有过病毒感染 照过射线 或者是 年龄超过 35岁 这些我们都认为 是高危孕妇 对于这样的孕妇的话 我们建议他 怀孕之后 一定要做 孕期筛查 阳门枪穿刺 确保无欲 当然我们建议 是我们建议 听不听 在他 这就是遗传资讯 这会儿 大家需要掌握的信息 好了 那么 2137综合征 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我们来看两道题 第一题 先天语行 最具诊断价值 是哪一项 关键字是诊断价值 也就是确诊 最具确诊价值的是 染色体核心分析 下是B 简单说就是染色体检查 好 下一题 2137综合征的唾点 不包括哪一个 我们看 A 眼裂小 眼距宽 是的 踏鼻梁 掉眼伤 B 张口 伸蛇 留哈拉子 是的 他容易伸蛇 原因是他的这个 恶功发育不良 就是 我们老百姓讲的 就是天花板 OK 嘴巴里面的天花板 太低 压的这舌头 没对着割 所以这孩子 就是老这么伸着舌头 常常合并 其他的多种畸形 包括 心性病等等的畸形 发育吃缓 这都是唐婶儿 他的临创特点 但是不包括哪个 皮肤粗糙 增厚 没这个 恰恰 相反 这么说吧 唐氏综合征 你就这么去急 想 他就像瓷娃娃一样 对 瓷娃娃一样 那皮肤啊 嫩得很 比一般人呢 都优其的嫩 天生的 能理解这次吗 皮肤可细腻了 这个皮肤粗糙的 增厚的 那是 最后一个 心内性 假简 就假简 长得又丑 皮肤又臭 对啊 二级三体的孩子 是长得很呆猛 总是笑眯眯的啊 因为他掉眼梢啊 就感觉老在笑一样 皮肤跟瓷娃娃似的 这道题就是考核心 问你 DG意味 二级三体 总共产生 最常见的核心 我说过 DG意味 最常见的意味 是意味到 14号ST上面 所以找14就好了 记忆方法 14要死 嗯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应该进行 第二个了 叫 斑饼通尿症 二级三体 如果一旦出生 那基本上 就是啥定了 回天法力 我们非人力可为 但是这个 我们是可以治疗的 斑饼通尿症 因为简称PKU 这个病呢 得这个病的孩子 我们经常叫他 不食人间烟火的 小白鼠 对 小白鼠 一会儿你就知道 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为什么不食人间烟火呀 因为他主要的治疗 就是饮食控制 饮食疗法 第一 本饼鞍酸饮食 可不能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饼通尿症 就是本饼鞍酸 这种必须 氨基酸 它的代谢途径中 其中一个酶的缺乏 天生缺乏了一个酶 所导致的一个病 它的主要表现就是 患儿的尿液中会排出大量的 本饼铜酸 看 本饼 氨酸 变成了本饼铜酸 经尿中排出 所以我们又叫它 本饼铜尿症 然后这些本饼铜酸 在尿中含量增多的话 这孩子的尿呢 就一股的属尿味 它是一种 肠染色体的隐形 一传病 应该说是 氨基酸代谢 异常中最常见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病因 我说了 它的病因就是 天生缺乏一个酶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酶呢 注意啊 事实上 PKU又有分 两型 典型的PKU 最常见 还有非典型的PKU 我们考你 只要一是考您 也就考这典型的PKU了 典型的本饼铜尿症 天生缺乏的那个酶 叫什么名字 您可一定得记清楚了 叫做本饼鞍酸 腔化酶 记的时候 记一个字 腔 这酶就记住了 啊 腔化酶 你这么记 缺了一杆 腔 好吧 本饼鞍酸 腔化酶的缺乏 因为简称PH的缺乏 就缺了这么一个酶 为典型的PKU 而非典型的PKU 它缺的不是这个酶 而缺的是BH4 BH4的中文名字叫 四氢生物碟磷 四氢生物碟磷 它是什么 它是腐酶 注意啊 它是一种腐酶 或者叫一种腐基 它是多种酶的腐酶 比如说四氢生物碟磷 就是本饼酸 腔化酶的腐酶 但它不只是 本饼酸腔化酶的腐酶 它是多种酶的腐酶 所以一旦缺了BH4的话 临酸表现会非常复杂 因为它不仅仅是 本饼胺酸这一个代谢路径出问题 它多条代谢路径都会出问题 病情会非常之复杂 明白吗 好了啊 其实掌握这些就够了 真的就够了啊 然后我再 补一下 补充说明一下 有些东西不重要 就这个框里面 框出来的这些东西 是不重要的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说哎呀 金老师 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不重要你提的干嘛呀 你不如不提吗 因为如果我不提 这些东西一旦出现在选项中 你就会 很着急 知道吗 要想做对答案 要不然知道选哪个 要不然知道不选哪个 同意吧 也就是说这部分你看到了 就直接跳过去就行了 不许花费时间和精力 好吧 看一下啊 不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导致BH4缺乏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四驱生物叠灵 为啥缺呀 是因为缺了后面这么一堆 这个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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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煤的缺乏 都会导致BH4的缺乏 这样懂了吧 这样有时候大家自己在看一些书的时候 就知道什么意思 好过 就希望主要大家记这个煤 奔米氨酸缺乏煤 把它记住 吃饭 好下面呢 我将带领大家咱们一起过一组动画 好不好 给大家动态演示一下这个病 它的病例生理过程 好 首先奔米氨酸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氨序酸 什么叫必须氨序酸啊 就是只能从食物中摄取 不能自己合成 就叫做费血氨庆酸 就我们大家生理状态下 我们所需要的奔米氨酸来自于哪 来自于食物 吃进来的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吃到体内的奔米氨酸 进到体内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应该是在奔米氨酸腔化煤的作用下 当然奔米氨酸腔化煤需要BH4的帮忙 自清生物叠零的帮忙 它是负煤 BH4是它的负煤 就是说在这个煤的催化下 奔米氨酸要转化为烙氨酸 就加个腔机变成烙氨酸 然后烙氨酸呢 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多巴 这是奔米氨酸在我们正常人体内的代谢路径 就这么走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孩子怎么着 缺这个 缺这个 对吧 要么缺这个 要么缺这个 缺了 我把它去掉 那这个路径就走不通了 同意吧 也就是奔米氨酸不能生成烙氨酸 那 孩子体内的烙氨酸水平就会降下来 多巴胺的水平也会降下来 其中烙氨酸如果少了 导致的后果就是 不能生成黑色素 我们体内的黑色素都是烙氨酸转化而生成的 缺烙氨酸就缺黑色素 缺黑色素 这孩子就会出现白化表现 这里的白化表现包括 毛发发红 肤白 黄膜色浅 就白化的表现 好 缺了烙氨酸就会缺多巴 多巴如果少的话 我们它知道 多巴 它是我们体内合成 RX分岸类神经地质和激素的原料 比如说多巴这一步转化可以生成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 腺上腺素 这对我们机体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经地质或者激素 同一巴 好 那么多巴缺 这些就都会缺 缺的后果就是 治理地下 并且同时可以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系统症状 好 不止如此 我们每天都往体内吃这本饼胺酸 吃到体内的本饼胺酸不能往下走这条路径 这条路径走不通了 走不通 它就会走其他的代谢路径 比如说 它将被脱掉胺基 就是在本饼胺酸转胺的作用下 脱掉胺基 变成本饼胺酸 正常人是不走这条路径的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正常人不会走这条 现在下面这条道走不通 它就只能走这条路径 于是生成了大量的本饼胺酸 这些本饼胺酸由尿中而排出 所以就叫它本饼胺酸症 同时 它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本饼酸啊 什么的 由尿中排出 而这本饼酸就一股鼠尿味 嘴又白 尿里又有一股味 所以我们叫它小白鼠 小白鼠 还没完呢 走这条路径 就如果我每天吃的本饼胺酸特别多 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控制饮食的话 他每天大鱼大肉的去吃 进入到体内的本饼胺酸太多的话 这个本饼胺酸就会转而生成这么一堆东西 请注意啊 这么一堆东西 我不用你去据名字 什么本饼醇案啊 β腔烙案啊 不重要 我就希望你知道 多出来的这些本饼胺酸就会转化为一些其他的物质 而这些东西都属于一些假性神经地质 重复一遍 假性神经地质 那我们知道假的东西多了 他就会影响正常神经地质的功能 也就是影响正常神经地质的合成 比如说 嘎曼基丁孙啊 五腔孙啊 就像是真假美猴王一样 假美猴王出世了 就会影响真美猴王的这个声誉 你能理解吗 就这么回事啊 而这些被影响的结局依然是 导致智力的低下 以及神经系统的症状出现 这就是所谓的奔病同尿症 他的发病机制 病例胜利 好过 临床表现就简单了 我们已经说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小白鼠 那就是他的临床表现 出生时没有任何的症状 你看不出来 智力的低下 那时候他智力还没有呢 对啊 如果真正从临床上 能看到症状 就要三到六个月 可是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的话 就有点晚了 就会遗留智力的低下 没有办法达到正常人的智力水平 好 然后他的临床症状 我分为三大症候群 分别是神经系统的症状 外观特点以及其他 尤其是神经系统的症状 再次强调 最最主要的是影响智力的发育 导致智力落后 傻 孩子会傻 如果不傻 仅仅是身上有点味 对吧 长得有点白 那倒没关系 喷点香水啊 对吧 派点粉底啊 就都可以搞定啊 主要是智力发育会落后 另外这孩子呢 还会有行为异常 这里的行为异常啊 就会表现成一些 大家会以为他这孩子是有精神问题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孩子会 抠墙皮吃 我们听说过有的孩子是自己把自己手指头给吃了 明白吗 就会出现各种的异常行为 另外激张力增高 见反射抗净哦 三分之一的火 而可以半发电弦 一样叫风 这是神经系统的增高 外观呢 就是 注意啊 人家长的样子 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唐氏综合征那种特殊面容 没有唐氏儿的那种特殊外观 他就是皮肤有点白 有点发红 然后眼睛的拱膜 色浅 主要是白化表现 其他呢 就是汗啊 尿啊 鼠尿味 有霉臭味 或者叫鼠尿味 也就是说那些本饼铜酸啊 本义酸啊 会从尿液 会从汗液排出去 然后他出汗 出汗出到皮肤表面之后 就会刺激皮肤 这孩子就往往会有湿疹 有湿疹 这就是他的临床表现 这是一个PKU的患儿 你看他长的样子 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你看他的头发 看他的拱膜 看他的肤色 对吧 就会有白化的表现 但是味道你是闻不到的了 但是你看这眼神 是不是有点 呆滞 对 治理对象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PKU的实验室诊断 同样的 我们说了 两个在新手二系做筛查的 一个PKU 一个是先天性加减 孩子一出生 法定筛查 国家出钱 老百姓不出钱 OK 这个筛查的方法 需要你记住 叫Cursory 细菌生长抑制实验 简单说就是Cursory实验 要求 哺乳三日以上 就是吃三天奶之后 回来 取足根血 就是 把那个脚根 扎个眼 挤点血出来 挤到那个干血片上 然后把这血片送到筛查中心 但这是新手二的筛查方法 如果是大孩子 大婴儿 也就不是新生儿 不是新生儿了 大婴儿 甚至是已经到 儿童了 这时候的筛查就没必要 那么麻烦了 这时候的筛查就很简单 就取点尿就行 取点尿 往尿里面加三粒化铁 或者是加242消极本颈 一加这些东西 尿就变少 因为他尿里面有本品同酸啊 会跟这些物质发生反应 橙色反应 尿就变少 只要这尿一变少 好 筛查阳性 筛查阳性之后 我们去做确诊 并且分析 看到底是典型的PKU 还是非典型的PKU 这些就靠什么呢 什么尿叠磷分析啊 血氨基酸分析啊 尿有基酸分析啊 煤血分析啊 以及DNA分析 就是染色体检查 因为他毕竟是染色体病嘛 染色体检查 查他的致病基因 能理得了 可以最终确诊 也要查染色体的 只不过他还需要其他的检查 这是实验室的检查 接下来治疗 我们说他可以治 但前提是 越早越好 治晚了 错过了神经系统发育的 最关键的 这个婴儿早期 那就过这一撮没得掉 没得着不 治疗的方法 叫做饮食疗法 对控制饮食即可 不过 说的容易 做起来难 在婴儿期 我们还好办 给他 专门的 第一本饼酸奶粉即可 也就是停止母乳 停止母乳喂养 用专门的配方奶去进行喂养 也就是原则 记住就行了 第一 本饼鞍酸饮食 普通的食物 我们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本饼鞍酸 挑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给孩子喝这个 专门的 这种 本饼铜尿症 因而适用的 氨基酸代谢障碍型的配方奶粉 有专门这种奶粉 所以在婴儿期还好说给他喝这种奶粉就行了 但如果孩子长大了呢 已经 上幼儿园了 别的小朋友都在吃烘烧肉 他就那么眼巴巴的看着不能给他吃 孩子可怜的呀 你就想吧 所以确实挺困难的 注意事项 一旦开始饮食控制之后 这件事真的是挺难的 为了确保饮食控制是合适的 我们需要每一开始的时候 每周查一次血本饼鞍酸的浓度 这个需要记 将它控制在目标范围 这个目标这个值不用记啊 等血中本饼鞍酸稳定之后 可以延迟至每月查一次 强调一句话 本饼鞍酸是我们必须的氨基酸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低本饼鞍酸饮食 而不是无本饼鞍酸饮食 也就是不可过度限制 如果过度限制 大家都知道 我们合成自身蛋白需要20种氨基酸 你缺了一种 对吧 就像那一个汽车缺了零件了一样 这车能开吗 对吧 您不行啊 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然后饮食控制呢 持续时间 至少到青春期以后 也就是生长发育完成 至少 那么如果 比如说已经20了 生长发育完成了 饮食控制 这20多年没有 没有任性的吃过东西 20岁之后 谈恋爱了 结果失恋了 因为身上有味儿嘛 失恋了很郁闷 一生气 吃了一顿东坡肘子 红烧肉 对吧 北京烤鸭 这一顿吃下去之后呢 关屋里 关几天别出来 因为这一顿进去之后 它血中的 呃 皮脂液啊 就会蹭蹭蹭的往上生 一旦这东西生起来 它会就会有 神经系统症状的出现 滴血啊 行为异常啊 对吧 臭啊什么的 关屋里 关几天别出来 过几天再出来 也行 因为这儿已经长好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这就是注意事项 下面我们看一下题目 接到提问 本柄铜尿症 主要的神经系统危害 这都是啊 这都是本柄铜尿症 或者可以出现的 神经系统症状 主要嘛 主要是 智能发育落后 会傻 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 就会傻 但如果控制炎 控制的非常的认真 仔细的话 这孩子是可以 使他的智力 发育到正常水平的 不说这个 嗯 IQ 什么 140 150吧 发育到平均水平 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有一位 新加坡的专家 专门研究 第一本柄银酸的奶粉 他自己本身 就是PPU患者 其他都会有啊 下一题 典型的 本柄铜尿症 是因为肝脏 缺了一个 酶 什么酶 缺了一个 腔 还记得吗 对 本柄银酸 腔化 还是C 还有一题 本柄铜尿症的患者 需要定期监测什么呀 监测的是 血本柄银酸 那如果血本柄银酸高了 证明你饮食控制 没达标 本柄银酸太低了 那也不行 证明饮食控制 过于严格 高了低了 都不行 过了啊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